因為舊的系統裡面 如果你看直接砍掉 它會變得很可怕 你要從頭開始 所以我們這一次是希望說 大家腦力激盪一下 主持會議的方經理 他所帶領的團隊中 不只年輕族群 也有比較資深的員工 因此他也在學習如何跨世代溝通 你會看到一個很明顯的差距是 年輕員工他比較跳脫 他比較不會有所謂框架的限制 可是他常常受限於所謂的經驗 資深的員工也會創新 可是他比較常常待越久的員工 他會比較習慣性的聽老闆指揮 當一個中介主管 那你要去處理 兩邊的不同的一個想法意見的時候 其實就是溝通 也是從基層員工做起 把當時最吸引他的溝通工作氛圍 繼續延續在帶領團隊中 同時看卷人才培育計畫 讓他一待就是九年多 我在過去的九年 其實他從所謂的PM 再到業務 再到車位採購 再到所謂的工廠的工業上管理 以及到最後現在這邊的數位轉型 那其實都是一個在不同階層的一個主管裡面 他認為說你只要有信心 你有這個機會 你有企圖心 你就可以去發展 有些綜合的培訓計畫 像是給年輕有潛力統人的NBA 那些跨領域的統人 就跨部門的統人 他們就有機會一起去做一個 整合型綜合型技能的培訓 那這個培訓我覺得不只是對年輕統人 像我們自身的一些技能的發展 也會促進我們未來 如果有一些跨部門的合作 大家都有一些認識的基礎 工作不再一成不變 各個階段職位都有相對應計畫 讓職涯有更多發展性 當然還要看公司寄出哪些 吸金的員工福利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科技公司的員工餐廳 這裡面的餐點 原本是要付錢的 但是在經過員工跟董事長反映之後 現在像我這樣子進入餐廳 只要B卡之後 不論像是自助餐 或者是早餐店 甚至是雞排店 通通都是免費的 來後面先張個 演出的 異性精采 要這樣子 員工的心聲高層有聽進去 不只如此 社團活動紓壓管道多元化 傳統球類社團不夠特別 還發展出空中瑜伽重機社等 身心健康 公司也要幫忙顧 我們把流財這件事情 轉換成另外一個解釋 也就是說 我們如何讓員工 可以參與自己想要的 這些包裝 或者是環境 流財很多企業會把它當作 是一個成本 這是一個投資 是一個價值 員工認為說 如果你可以幫我解決 這些薪資以外的問題的話 那我會更欣賞你 幫我想的這些 從員工的角度思考 已經是當前企業必須轉換的心態 因為只有高薪不夠有看頭 年輕世代求職 更看重自我價值實現 以及友善工作環境 保險公司同樣積極拼轉型 提升職場幸福感 想請教當我們在第一次填寫完之後 要有沒有一個比較系統 或者說建議的方式 可以讓我們去確認 我們所規劃的流程 這是去年才成立的新創概念 Beyond Lab 上班時間直接開課 內容就是教導如何實現 業務流程優化和自動化工程 進而在導入業務和客服流程 當然也跟上趨勢加入AI學習 要讓員工感受到公司想要提升 數位賦能的決心 我們稱它為蒲公英的計畫 就是它會先落地生根之後 然後又擴散 所以其實在各個部門裡面 你可以看到說 你的左旁邊的同事 他從非資訊背景 然後學習了這些技術之後 他的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然後他帶來的效益 其實你就看得到 那這樣子的效果 其實就讓更多的人 願意來勇於參加這樣的課程 多元發展不是口號 而是真的要讓員工有感 跨領域學習是可行的 同時應變社會的變化 成為新世代的多元人才 剛好有接觸到公司一個 教育訓練的工作方 然後是服務設計相關的 對 然後就覺得這個面向 還蠻有趣的 就是跟之前工作的內容 比較不一樣 其實考慮蠻久的 對 因為那時候有點怕 因為在客服學的東西 我很怕說把既有的想法 跟過去的經驗帶過來 對 然後再來是 這些東西之前沒有接觸過 我前個部門的部門主管 那時候是很鼓勵我去的 他是覺得說有這個機會 可以去從不同的角度去學習 然後去看更多的事情 他覺得很棒 有了主管的支持 讓他決定跳出舒適圈 從原本的客服部門 轉到體驗設計中心 也代表公司內部文化 願意給予創新 以及嘗試的機會 在辦公室裡面通常比較安靜 嚴肅 大家都忙自己的事情 但其實來到體驗中心 他們主要負責的是 優化客戶的體驗 不過來到這個小角落 可以發現到有員工 居然是在上班時間拼樂高 這其實是他們主管特別放置的 為的是希望員工 在上班時間能夠放空療癒一下 進而能夠刺激想法 就連和主管開會 想玩樂高也沒問題 工作模式不再死板 顧及身心平衡 給予員工更多的發揮空間 同時定期舉辦運動競賽 職場不再只被工作圍繞 藉此也能增進凝聚力 我覺得人技世代比較著重在 自我實現 自我價值的提升 還有 也會考慮到 是不是友善的職場 會引進了非常多的 像Beyond Lab 或者是Python 或者是RPA 這些的工具 我們是用這些工具 引發我們的同仁在職場上 從他的業務去發展 去發想有哪些可以自動化 可以智慧化 因為現在人技世代 其實他不願意做枯燥 簡單 重複的工作 求新求變的時代 公司留財 培育設定 也得跟上腳步 觀察員工在乎因素 才能避免捲入缺工的 惡性循環 治理上不論法情理都得兼具 企業員工培訓或學習發展的趨勢 就是要去跟他的工作 績效 以及職業發展連結 用AI配合線上的微學習課程 過去目前比較常做的做法 就是把大家在特定的時間 跟地 抓在特定的地點 來進行傳教 或者是團康的 這個已經被證明 不是一個很有效的方式 也會讓員工覺得是負擔 薪資固然關鍵 但公司能帶給員工什麼 這些附加條件逐漸被重視 制度層面中也不能遺忘人情味 有多少人願意跟著公司打天下 就得看管理者端出哪些流財誘因 TV的新聞連至周宣 特別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就能夠吸引 但是我讓你車上 我帶給你